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的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6月1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怡进老师 这个周末啊,美西方这个股市啊,继续在创新高 尤其是这个纳斯达克股市 但是胡适的小伞啊,那心里是坠坠不安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央行五月份的涉容数据啊 相当的让人担忧啊 有可能周一啊,就要考验三千点 6月14号,有媒体报道 他说,根据善交所网站显示 6月13号,有高达500家户市善事公司 完成转融通出借股票 其中大有能源,转融通出借成交27.6万股 通微股份,转融通出借成交25.54万股 北汽兰股,转融通出借105万股 重庆钢铁,转融通出借成交181万股 龙基绿能出借19.43万股 这是善交所的啊,根据善交所网站显示 6月13号,有近600家绅士善事公司 完成转融通出借股票 其中TCR科技转融通出借成交97万股 转融通啊,就是这个证券金融公司 将自由或者依法筹集的资金和证券 出借给证券公司 以供其办理融券业务的经营活动 6月13号有这么多人呢,去融券 他融券干什么呢? 很显然他要做空啊,他要卖掉 然后等到股价跌下来之后 他再买回来再还 那么据统计,6月12号 中国股市转融通出借4.5亿股 6月13号完成转融通业务的股票 有1000多家 具体的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己去想啊 给我的感觉是,有人啊,不看好三千点 现在借了很多子弹,准备去砸这个三千点 这是比较直观的感觉啊 要不然他这个时候融券干什么呢 他应该是融资买入啊 他应该是融券,那是要万下做空的 所以说下一周啊,恐怕这个三千点啊 要受到考验,又要辛苦国家队啊 当然了这个胡锡进老师啊 显然他是没有觉察到危险 继续摆出衣服啊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畅后庭花啊 胡锡进老师居然调侃、嘲笑七国集团 他这么说的啊 他说七国集团在意大利举行的峰会 是近年这个富人俱乐部最拉胯的聚会之一 七国集团想击败俄罗斯 同时束缚住大国 但他们却内外交困 因为软弱无力,开始动用流氓手段 他说先看看那几个主要领导人吧 英国首相苏纳克三周后面面临检举各种预测都是他和他的保守党将被赶出唐宁街 此次峰会被称为他的告别之旅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的政党都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 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是提前选举风险巨大 舒尔茨不能像马克龙那样干 但他和社民党在德国的地位都被削弱了 拜登现在最大心思是11月的总统选举 他在多项民调中落后对手特朗普 他的儿子干又被判有罪 已经执政8年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支持率落后国内对手 近10%对他的审判选举明年也将到来 想想看这班人凑到一起 自己明天是谁还不知道 可谓个怀鬼胎他们的真实话语权合在一起 肯定历次及其峰会最低的之一 他们做出的决定或能得不到国内议会的批准 或者有很大风险被新善台的领导人推翻弃用 尤其是如果特朗普重回白宫 这次G7峰会签的所有文件都可能成为废纸 这胡锡进老师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闲吃萝卜但操心啊 人家G7开会 他说人家是自己拉胯的聚会之一 理由就是因为这些人恐怕都要面临着下台 所以他们签的这些文件没有意义 这个胡锡进老师我认为他是高级黑啊 他在讽刺一些现象 但是不能明说只能用这种曲笔啊 春秋笔法 俄罗斯前苏联领导人倒是稳定 可惜现在的协议啊始终来撕毁的 所以说这个协议不能落实 协议有没有用 跟这个领导人干多长时间 关系不大 胡锡进老师只看到啊 美西方这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的 换来换去 他以为美西方也是领袖说了算 实际上维持美西方社会运转 他有他强大的一个基础和逻辑 不是某一个领导人说了算 领导人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啊 代表这个国家 他们有议会 有法院 他们权力交接 相当稳固 相当顺利 很少发现美西方出现一朝天子一朝城的这种现象 就是说新冠不理旧账 美国无论谁当总统 上来之后重大的议案 他不都要通过议会吗 是特朗普拍脑门就能决定的吗 他去说服议会 同样的这个拜登也一样 想干什么 绕不开这个议会 也要去博议 去跟人家讲道理 证求人家通过 所以胡锡进老师他以为 这个G7啊 跟俄罗斯一样 是某一个人一拍脑门说了算 这个G7国家啊 冻结俄罗斯在欧盟和美国的资产 然后把这资产用来做担保 或者这个资产的收益啊 来支持乌克兰 就这个都谈了两年 来回博弈 不是哪一个人一拍脑门 诶 俄罗斯倒是简单 普京总统一个人签个字 马上生效 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老师 作为走南传北的 经历过这么的风风雨雨啊 什么没见过 他说出这样的话 应该把它理解成高级黑啊 他后面还有很多啊 咱就不说了 什么GDP啊 什么弃国 现在是走下坡路啊 没落了等等 总之胡锡进老师不是高级黑 那就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啊 以英国为例吧 我记得俄罗斯啊 发动特别专事行动的时候 英国首相是约翰逊 就是那个大金毛啊 他后面换了一个女的 现在是苏纳克 这个苏纳克几次被换 他这中间换了多少首相了 但是英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变了吗 换了这么多领导人 故意伤害罪追究宋某行则 仅依法审理查明 宋某与被害人刘某某夫妻关系 2022年12月11日18时许 宋某与刘某在长沙市玉花区家中时 两人因家庭所事发生口角 宋某与离开刘某上前阻拦 随后两人发生肢体冲突 期间宋某将刘某压倒在客厅沙发上 进行殴打后又使用拳头对刘某头部身体装臂持续进行打 在宋某咬山刘某后 两人停止打斗 随后宋某拨打110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经见地被害人刘某的损伤为左侧第二 三四五六前肋端以及左侧第五前肋骨骨折 评定为亲善一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山刘公司创始人打断妻子树根肋骨被提起公诉 实际上就得看这个宋某啊 他在拖威信息到底是不是董监高 如果现在还任董事监事高管 那么他这个叫公告 如果不是 就是他在山刘公司虽然是创始人 但他没有任职 也不是第一大股东 也不是董事 那他这个事情就属于人家私事 跟山刘公司没关系 说到这儿 我想起了这个咱们有一家山刘公司啊 技术性离婚 然后达到减值的目的 咱们再来看一家胡适的奇葩公司啊 叫洪涛股份002325 这家公司啊可厉害啊 明明说好了啊 要一起同甘共苦 保公司啊 偏偏有人脚底抹油溜了 股票呢 还是一个接一个的跌停 目前这个洪涛股份应该是 叫面值退市的这种风险啊 就是说下周肯定要退市 就是把人坑完了 现在想一退了之 可以说是算计到了骨子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在今年一月底啊 实际这个洪涛股份就已经不行了 走在了钢丝上面 当时呢 被债券人直接申请重整 结果这个小伞啊 吓一跳 雪雨腥风啊 市场暴跌五天 都以为这个洪涛股份不行了 要玩玩的时候 要断气 结果峰回路转 天上掉下一个大救星啊 白马骑士出现了 一个叫海兰招金的公司啊 获得了鸿涛股份的控制权 你想啊 这家公司毕竟是挖黄金的 有金矿啊 那肯定是有钱啊 所以啊 这个市场一片欢呼 小散户啊 疯了一样冲进去 股价连涨四天 四个暂停 从一块出土啊 突然翻到了两块以上 这个利好消息放出去啊 有人统计 这个公司啊 足足多了两万名股东 这些散户啊 冲进去 赌这个乌鸡变凤凰 这些人赌对了吗 很可惜啊 现在回头看看 自从这两万小散冲进去之后 这个洪涛股份呢 就一直在阴跌啊 跌跌不休 随后啊 公司年报就出来了 不过遗憾的是 年报被出具非飙意见 股票啊 披心呆冒 简直是大写的惨惨惨 随后啊 就一个又一个的跌停 因为它ST了嘛 大家知道这后面就是要退市啊 因为今年不是应退进退嘛 所以戴了ST帽子的 都是连续跌停 所以这个洪涛股份的股价啊 一波又一波的弯下跌啊 就在这个时候 董事长又出来了 说要好好做事 但是没有什么用 结果小散啊 要自救 组织小散啊 自救 联合起来 大家都不要挂单卖出 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家都不卖 这股价就不要跌到一块以下嘛 就没有面值退市的这一说嘛 小散要自救 大家都别卖 但是这没用啊 你不卖 他不卖 有别人卖啊 这就和小区的业主 联合起来 不降价一样 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啊 到今天已经七一个跌停 连续七个跌停啊 股价只有六毛多 这个小散户是亏的 不要不要的 但是你要看到季报啊 发现去年年底的时候 十大流通股的股东 到今年季报就是四月三十号 哎 三月三十号 这十大流通股东 好多都已经不见了 哎 正因为他们不见了 所以进来了两万多小散户啊 来接盘呢 高位接盘 当然也不能叫高位接盘 就是临死之前来接盘 杀猪盘 就连董事长啊 他的吃股平台 也跑了一半的票 就连董事长的 他有个吃股平台 都已经卖了一半 现在回头看看才知道啊 当时啊 一季度利好发布 这是什么海兰招金进来 股价上下翻倍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个局啊 机构于大户手中的大量筹码 成功的派发到小散的手上 小散跑步进场 接这个杀猪盘 所以这个资产充足的大戏啊 演完 最后发现 是多圈进来两万多小散户 这个哪是什么资产充足啊 这是把小散户的钱充足了一下 所以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啊 恶意退市的 ST红都啊 坑进来的这两万多散户 到底接了谁的盘 把谁给放跑了 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 没有 三周五啊 红涛股份又上演第二场 自救大戏 这些被困在ST红涛的资金啊 已经不择手段 就周五上午啊 还被两个亿的卖单 牢牢的封在跌停板上 下一周啊 要是再不暂停 就直接退市 所以这个红涛股份里面 被套的资金啊 很多还是不甘心啊 想跑出来 所以这些资金啊 联合山人公司 和一些股票群的群主 他们一起啊 先在红涛的公众号上 发一个消息 说红涛股份的 实控人要变更成另外一家公司 而且还要增持五千万 你看 因为这红涛股份 马上要因为市值不够一块 长期 就是二十个交易日子 在一块以下 所以要退市 那现在有人要增持五千万 完了之后 实际控制人还变更 这不又是重组吗 好 这个故事啊 让这些股票群的群主啊 到处散播这样的小作文 所以那些看到消息的散户啊 又开心了 以为自己啊 进水流台先得月 掌握了什么内幕消息 所以下午一开盘的时候 又有大量的散户冲了进去 这么多散户进去干什么呢 人多力量大啊 直接1.8个亿的筹码 被这些散户接走了 它一共疯的跌停就是2亿 1.8亿被人接走了 跌停盘打开 按理说这是好事啊 散户又进去接这个杀猪盘 结果啊 更骚得操作来了 等到散户把这个跌停板撬开啊 他们回头一看 发现公众号上这篇文章居然删掉了 里面出逃的那些资金 和股票群的群主 已经在开香槟互相庆祝 这简直是赤裸裸啊 最主要是有散户啊 有网友就跟红涛股份的 这个证券代表或者是董秘联系 问他啊 说今天发布的重要公告 为什么删除了 这个红涛股份回复是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态度极其嚣张啊 霸气侧漏 这样的公司还留在股市 还在折腾 悲哀着时 还有什么散户出之若鹜啊 就像苍蝇见到区一样 非要扑过去 所以说我在想啊 到底是这些公司这些镰刀 这些资金 这些割韭菜的可恶 还是这些散户 自己执迷不悟 痴心妄想 最后当了接盘侠 就这些人能救得过来吗 一听说这家公司要充足 马上就冲进去 不管这家公司有没有风险 最后发现自己傻了 去当了接盘侠 对吧 明显已经上过一次弹 吃过一次亏了 这家公司就这么一个性质的 结果后面 就让公众号上面来个文章 各个群里一发 这些人又冲进去 或者是其他人冲进去 把这个跌跌满的撬开了 我们保护中家投资者 难道就是保护这些人吗 不是这些人保护他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 如果这家公司ST了 你在里面炒 应该不予赔偿 自己担责 ST股票 即便这家ST公司业绩造假 我说的是 他ST以后啊 就是这个标签已经带上了 这家公司如果他造假 也不要给投资者赔 那叫活该 就你愿意去炒这样的企业 如果监管什么都管 那监管能管得过来吗 根本管不过来啊 这些人他不是来投资的 他是赌博 赌徒 赌徒嘛 只要他输了 他就会找你 你看动不动就两万三万 几万的散户上当受骗 就是为什么要保护这样的投资者 现在啊 加大退市力度 必须让这些害群之马 你说这个红多股份 如果他不退市 他还得害多少人 他还有多少故事要讲 这些中小投资者 有什么好保护的 但是啊 一码归一码 就是这些违法乱纪的 还得处罚 就这些讲故事 造谣 写小作文 公众号里面敢发这个的 这创事公司肯定有问题 要罚 这是谁干的 警察应该介入 这是犯罪啊 这些犯罚 违法行为 要惩罚 但是这些散户的 自己炒消息 炒虫组 炒垃圾股 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 如果你在ST之前买的 这家公司是正常的 你买了 后面被监管公门 或者被审计发现 他业绩造假 虚假善事 等等啊 那这家公司要赔 他是戴帽以后 批心戴帽以后 你再进去买 应该是啊 风险自当 哪怕是上当受骗 也得活该 只有这样啊 才能让这些投资者 吃一欠斩一智 否则你看这个监管机构 天天是呵护 保护中小投资者 保护的现在 有用吗 你看 同样的一个公司 同样的故事 讲两遍 还有人上当 我可以肯定啊 他再讲一遍 还有人上当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